我老公回来了 出差终于回来了 哎妈呀我这头发 我这刚下边回来 我这一脸沧桑是不是 看看他给我带了啥好吃的 看看你给我带的啥 就这些 你不是不让我多买吗 嗯 我就剪金的 大枸杞 这是每次去都必带的 这枸杞老大个了 看看 这都喝上了 纯大枸杞 真的 人家这个枸杞是真的大 确实 其实跟大葡萄杆似的 其实这东西甜度太高了 我刚吃了一个挺甜 好甜 咋还有泡面 这个是一起出差的人送我的礼物 我跟你说 这是真正 纯韩国的泡面 不是我们这做的 这是进口泡面 新疆哈米瓜 这个哈米瓜整大 这个熟度已经很高了 这玩意得吃了 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轮了是吧 哇 天呐 闻着就是甜甜的味道 嗯 妈呀 那边那边的这些瓜老甜了 你咋就瓜 咋这边都 那边应该便宜吧 你猜猜 十块 你再猜猜 五块 你再猜猜 几块 一块 一块 我的天呐 你咋不来个十个 哈哈哈哈 就是太沉了 对 我感觉这个熟度应该是刚刚好 闻着老甜了的感觉 这是牛肉干 新椒风味 这个是无花果干 无花果干 那么硬啊 果干嘛 你想放的就 自然软不了 无花果干 嗯 哎呀妈 没有酸味光甜味 它 熟的 真甜 我把甜 就是厚甜 厚的话 那真不能多吃 再品尝个牛肉干 而且牛肉干 是 不是条状啊 嗯 我切一块一块 哎呦 没有 看啊 这风干了 闻着好香 这啥 原味 还挺好吃的 挺有嚼劲的 哎 这是有点肺呀 哈米瓜吃吧 哎 终于回来了 终于吃到正宗哈米瓜了 哎呀妈呀 这软和 小孩同学 我在 打开厨房灯 哇 根本就没有咋这吃的那个 上下那个分层哈 嗯 可以吃的跟纸一样包 这么包 多吃几块 嗯 跟咋这卖的确实不一样 而且还一块钱 我的天哪 新疆的水果就是好吃啊 可惜就是路途太遥远了 不能带太多 只能带一丢丢让我品尝一下 要不然真是扛一麻袋回来 这家伙天天吃放冰箱里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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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